2月26号,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5届会议高级别会议,并发表题为《凝聚共识、团结合作、共同推动世界人权事业健康发展》的讲话。 王毅表示,保护和促进人权是全人类共同事业,公正平等、切实有效地保护每个民族每个人的人权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。 王毅指出,要坚持人民至上,把维护人民利益作为人权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,把人的生存权、发展权放到更加突出和紧迫的位置,反对打着人权幌子,干涉别国内政,遏制别国发展。 联合国人权机构应当公正客观开展工作。 王毅表示,人权保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,我们将始终把自身命运同世界各国人民命运联系在一起,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, 为世界人权事业健康发展做出新的贡献。